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超几何分配跟二项分配的比较 超几何分配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介绍了 例题还有它的这个 期望值跟变异数 它都跟二项分配 非常的接近或者是相同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比一比 取后放回的 我们称为二项分配 它的所形成的分配叫做二项分配 如果取后不放回 我们会将会形成的叫做超几何分配 那么两者的期望值的比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前面有证明过了 它叫做NP 超几何分配期望值呢 它也是NP 不过变异数有点不一样 二项分配的这个变异数 是NPQ 这里的Q指的是一减P 超几何分配 这个变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是NPQ 不过这边 多了一个这个算式 这是什么呢 这是整个的样本数 这是母体的数目字 减掉 我们这边是抽出来的样本数 底下是N-1 差在哪里呢 各位同学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一下 当N趋近无限大 那么这个地方都不重要了 这个就趋近E 所以当N趋近无限大 就是所谓的无限母体的情况 超几何分配 它就会逼近二项分配 那么在实际上面的这个计算上来说 我们如果说这个大N 大N就是指的是总母体的数量 这个是抽样的数量 我们这边来说 N小一小一等于RN 就是说差距非常的大的时候 超几何分配就是二项分配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 超几何分配跟二项分配中间的一个差 差的这个叫做什么 有限母体校正因子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母体 它的这个数字不是很大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采用的是 有限母体的一个校正因子 如果说N很大 那么我们就不用看了 直接使用二项分配的结果 NP 还有NPQ 就可以了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一家轮胎的工厂 生产了5000个轮胎 那么 其中1000个是不良品 随机抽10个轮胎 恰好有三个不良品的几率是多少 那各位同学看 这是一个什么分配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超几何分配 怎么说呢 来我们看一下 不良品的几率是多少 P是5000个里面有1000个 那就是5000分之1000 那就是五分之一 也就是0.2咯 那么如果是抽到 什么 良品的几率呢 5000分之4000 那就是0.8了 问题就来了 我们从里面抽了10个轮胎 这是小N等于10 恰好有三个不良品 恰好有三个不良品 那我们就答案怎么写 X等于3 那么总共有5000个里面 挑出10个来 这是我们的 叫做样本空间数 这个呢 这是三个不良品 1000个里面挑出三个 那么七个良品呢 就只有4000个里面挑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为的 叫做超几何分配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符号 H 这个H指的就是 Hyper Geometric 这个地方有几个参数 各位同学看 X就是我们这边的3 大N指的是什么 5000个 小N是我们挑的10个里面 挑的10个轮胎 K指的就是我们的 不良品的数量 那么有四个参数 看起来蛮麻烦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 直接用数学软体 或者是用Excel把它算出来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201478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二项分配 这个题目可不可以用 二项分配来做呢 其实这个算起来蛮麻烦的 我们看看 二项分配的话来说 这个地方的总样本数5000 相对来说 我们抽10个轮胎 这个比这个要大很多 我们就假设它是一个 无限的母体好了 现在抽到的 假设是放回 相当于是放回 因为我们抽了一个放回去 跟不放回去 影响没那么大 好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假设使用二项分配来做的话 那我们的公式是这样子的 C 10个轮胎里面取出三个 是不良品 不良品的几率是 0.2的三次方 这个地方是三次方 因为有三个不良品 那么良品呢 0.8 这个七次方 这个计算上来说 相对来说 好算很多 不像这个 这数字都是天文数字 那么我们把它计算起来 不过这个我们用的是 C N取 M的这种就所谓的 二项分配 那么是 Binomial 这边是用B XNP X指的是三 N指的是 我们抽的出来的多少 10 P 就是我们这边的 成功的几率 就收到不良品的几率 0.2 这个我们算出来 结果多少 这个我算出来的是 0.201327 这两个答案 当然不会一样 但是 它会接近 因为我们的大N是多少 5000 算起来 相对这个N来说 N是10个 它是差很多的 所以 我们这个答案 会很接近 这就是一个 二项分配来逼近 超几颗分配的问题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要强调的是 超几颗分配 近似 二项分配 超几颗分配来说 只要母体够大 那么一般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小于0.05 它的两个比值 只要是 比0.05来的小的话 就是说这个差距 很大的话 20倍左右 我们都用 二项分配来应对 因为二项分配 它计算上来说 是简单的 非常的多 是简单的 小母体不 spoil 包装